像啊 也可以啊 節目上活潑示範年輕亮眼包款 時尚教主藍心梅主持美妝節目 成績亮眼成為曖昧時尚的指標 沒想到卻被不肖業者利用支點 在網路上囂張冒用名號芯片 斗大標題寫著藍心梅宣布退出 主持界研發抗了護膚產品 臉書上也出現各種販賣保養品的粉專 號稱藍心梅代言 一名網信護理師在瀏覽臉書時 發現是藍心梅代言 又主打優惠價1200元 因此不宜有她 線上刷卡購買後 卻收到銀行通知 消費金額高達5520元 外加交易手續費83元 足足多了4倍 察覺有意後卻發現網站無法登入 看了藍心梅臉書 財經絕上當受騙 冒用某知名女藝人 然後販售保養品的廣告詐騙 那兩週內 短短兩週就有多達23人受害 時候藍心梅也發表聲明 表示文章聲稱自己將離開節目 以及研發品牌都是不符事實 強調如果查獲相關證據 一切按照法律程序 如果遇到看到名人代言等廣告 請第一個多方查證 那提醒大家也選擇 標示清楚心意良好 而且具有審核機制的購物網站 是比較安全的 警方提醒民眾購物時 切勿貪小便宜 遇到明星代言多方查證後再購買 才能避免自己成為假網拍真詐騙的 待宰羔 建成十年黃俊台北報導